上一节我们看了一则消息 说空气炸锅做出来的食物里面 居然也减出了致癌成分 很多朋友一下就慌了 我买这空气炸锅 一 想感受一下炸脆口的感觉 二 我是为了健康的 不想油炸 原来说油炸有问题 这什么空气炸也出问题了 这是咋回事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件事 致癌物质是个非常冷统的说法 好比我们说上大学生 都在大学里 人家出来有的是博士 有的是本科 都在一个大学里 那都叫上大学对吗 致癌物质也一样 差别是非常大 一般我们说像油炸烤肉这种 这里面这个致癌物质 它是博士 它是本病AB多方方厅 它的致癌作用是非常强的 它是一类致癌物 就是这边就可以致癌 而且它和剂量没有关系 就是看你运气 如果真的是感情的话 可能只需要很少一点 一点点可能就会导致癌症 那我们说空气炸锅 这种这里面也剪除了致癌物 它是一种叫丙息鲜 它呢 它是本科生 它的致癌作用是非常弱的 它是2A类的致癌物 就是它的致癌作用 没有那么明确 没有那么强 还不在目前我们这个监控啊 监测特别小心的这个范围内 那你就算是不确定 但是它也还是有可能吧 你像我这么吸命 那我指定不能用这个空气炸锅了 那不劳急 咱就弄清这个饼基鲜案 这是怎么来的 好吧 导致食品当中出现这个饼基鲜案的 因素是很多的 温度是一个关键 就是它得达到一定的温度 另外呢 还有和这个食材的性质 比如说一些高淀粉的食物 对吧 有淀粉含量多的 然后当然也和这个烹调的时间 炸多长时间 烤多长时间 煮多长时间 这个还有和这个含水量 是不是水分多啊 或者还是非常干 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饼基鲜案的生成量 它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产生的 注意 你要是不烹调的话 它是没有了 薯条也好 土豆也好 是没有了 只是说你拿的炒啊 烤啊 炸啊 加工啊 烹饪 过程当中产生的 它其实跟美拉德是一个并行的 对 它其实就是美拉德反映的一个产物 那也就是说这个饼基鲜案 不是说因为油经过高温加热之后 才产生出的致癌物 而是说它没有油 也可能会产生这种致癌物 对 饼基鲜案的生成 它和加不加油没关系 另外和吹剧也没什么关系 它主要取决于食材 有淀粉 然后取决于你的温度 超过120度 你可能是炸 可能不炸 烤什么的也都包括在内了 就超过120度 然后这里面的物质发生了反应 就是糖和蛋白发生了一种叫美拉德反应 然后美拉德反应在分解之后 就有一些伴随着产生的一些冰激鲜 一般的就是比较敏感的 或者说冰激鲜比较多的就是炸薯条 炸薯条刚才符合这几个条件 你看 马铃薯嘛 淀粉 然后高温 肯定就超过180度 对吧 180度 对吧 反正是像炸薯条 烤面包 饼干 什么曲奇 这一类的食物 它里面比例现在都是比较多的 王老师 大伙除了关心空气炸锅 治不治癌这事之外 还特别关心 这个空气炸锅做的食物 会不会更健康 会不会更适合那帮减肥的朋友 它肯定比你油炸食品里 含油量要少 对吧 那从这个减油的角度 少油的角度 你是对减肥 对健康 肯定是有好处的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你用了空气炸锅 你那油的收量 肯定会有所减少